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宋朝时期就已经被拆毁了 后来这座地灵渐渐的被人们遗忘了 没人知道在风土下还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 直到1942年经过考古发学 才发现这座风土是前属开国皇帝的陵墓 它就是永灵 这座地灵的地面建筑基本上都是复建的 在神道两侧也有文臣武将 还有一些石兽 只有一尊石人是真的 其他的也是复制品 每个石人后边还有遮雨棚 我刚刚看了一下 我个人觉得 这一尊石人是真的 其他三个都是复制品 这座地灵的牧主人 是五代十国时期前属的开国皇帝王剑 距今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接下来我带大家进入他的地宫 咱们都知道地宫基本在几米甚至几十米的地下 但是这座地宫 大家看 它居然修建在地表之上 顺着木道一直往前走 前方就是地宫的第一道木门 这个木门是复建的 在第一道木门的下方 大家看这个地砖 它是有灯的 只有这块地砖有灯 这是因为地砖两侧是刻有文字的 这边刻的是东川 这边刻的是金水 这个是当年石匠刻的石材的产地 也就是现在的金塘县和三台县 这座地宫修建在地表之上 据说这样独特的设计 主要是因为成都的地下室位比较高 如果地宫修得太深 是很难做的防水防潮的 王剑的地宫是分为前中后三室组成 地宫全长30.8米 最初在三室前都装有木制的大门 如今地宫只仿间了一扇前十的木门 当年牧师的墙底是有彩绘的 非常漂亮 在地宫顶部还悬挂着一些装饰物 比如维曼 花盖等等 至今在地宫顶部还能看到一些铁条和铁环 从这些就可以看出 当年这座地宫是何等的华丽 从前世穿过来以后就是整座地宫最大的空间 它的宗室 咱们探访过很多地宫 牧主人的棺果基本上都放在后室 但是在这座地宫的宗室打卡 居中的位置就是摆发牧主人棺果巨大棺床 王剑的棺床非常大 长7.45米宽3.35米 棺床上的棺果时隔一千多年早已经腐烂 但还能看到棺果上的一些同环装饰 在棺床下边还有十二个武士雕像 古人雕刻这些武士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他们是道教的十二天将 另一种说是佛教的十二神将 他们怒目园中威风凛凛 正在用尽全力抬起这座巨大的棺床 总之古人这样设计 简单的说就是驱除凶邪 使牧主人的灵魂得到安息 在棺床的腰部还雕刻着高度在二十五厘米左右的浮雕 这些浮雕最初也是有颜色的 他们是一支来自千年前的宫廷乐队 其中有两名舞者 还有二十二个乐器演奏者 这二十二名演奏者手持各种不同的乐器 比如琵琶 鼓针 节骨 碧莉等等 大部分是来自中原的乐器 还有一小部分是从域外传入的乐器 从这就可以看出 唐朝到前属时期文化的包容性 这些浮雕让我们可以看到 来自千年前 前属宫廷乐舞的盛大规模和壮阔场景 既然中尺是摆放牧主人关国的地方 那么这位牧主人王剑 他的尸骨还在不下 很奇怪 当年在丘陵地宫的时候 没有发现王剑的任何遗骨 由于在地宫中没有发现王剑的遗骨 所以出现了很多说法 比如这是王剑的遗骨种 我个人觉得修建这么豪华的地宫 只为埋葬牧主人的遗关 这个说法不太靠谱 当年考古发掘时 在棺果内还发现了水银 说明牧主人下葬的时候 为了防止尸体腐烂 还用了大量的水银 但是工作人员在进入地宫后 别说王剑的遗体 他的任何遗骨都没有发现 这座永灵早年被盗过 由于盗洞没有彻底封锁 造成雨水常年灌入地宫中 这才使棺果腐朽的很严重 关于永灵的被盗时间 至今是没有结论的 很可能当年盗墓贼进入地宫后 发现王剑没有腐烂 直接给拖出了地宫 从地宫中还留的一些随葬品来看 比如玉大带 世宝 还有一些银器等等 很可能这是报复性的道具 因为如果涂财的话 精美的玉大带 还有一些银器不可能留下 但话说回来 这只是猜测 从中式的官床绕过来以后 就是他的后世 在后世里有一件国宝级的玩具 就我身后这座墓中人的雕像 根据史料记载 说王剑的相貌 浓眉大眼 额头饱满 薄唇大耳 看上去非常庄严 这尊高86厘米的石像 和史书上的记载 是完全一致的 当年这尊石像也是有颜色的 它是目前发现的帝王令中 唯一一尊仿墓主人生前相貌 而雕刻的写实石像 王剑实相在后世背对着牧墙 注视着帝宫的入口 仿佛在向世人 讲述着他自己传奇的一生 接下来咱们聊聊这位牧主人王剑 他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 父母是以卖烧饼来养家糊口 王剑每天特别忙 他忙的不是帮家里去做小生意 他是到处惹事 说白了 他就是一个地痞 当时王剑整天不务正业 无所事事 带着一群所谓的小弟 做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 这邻居背后都叫他贼王吧 俗话说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失血 有一次王剑因为偷盗 被官府抓进了牢房 后来他用给银子的方法 成功的逃了出来 出来以后他选择去武当山 在路上他遇见了一位僧人 这位僧人看了王剑的模样后 建议他去从军 后来这王剑想来想去 最终听了这位僧人的建议 从此改变了他的一生 王剑从军后 他的人生道路就像开了挂 被多次提拔 一步一步 他坐到了西平王的位置 后来王剑牢牢牢地掌握了东西川的实权 两川的节度设置 还有一些官员的任免 都是王剑一句话的事 后来在903年 王剑被朝廷禁封为蜀王 到了907年 朱温代唐称帝建立后梁 此时王剑才不会向朱温称臣 于是他在成都称帝建立大蜀 史称前蜀 因为在王剑死后的第16年 梦之祥也建立了大树 为了区分他俩 所以分为前树和后树 因为王剑这个人 没有什么家庭背景 他当上皇帝以后 从来不看重一个人的出身 只要你有才华有能力 就可以为我做事 正因为这样 王剑手下的人才越来越多 史书中就高度赞誉王剑 留心正事 容纳直言 优理世人 在王剑的治理下 前树的国力大增 国家也日益强大 在918年 前树高祖王剑架工 享年71岁 五个月以后下葬永灵 这也说明 这座永灵应该是在王剑生前设计和修建 关于这个视频就拍到这 谢谢所有观众朋友 咱们下一视频 再见